经过长达四天的抢救 虽然目前通报失踪的人车都已经找到 但是挖土机跟沙石车仍然留在现场继续抢修道路 希望最快在明天晚上可以先打通北上便道 而目前现场晚间的最新情况 我们请记者陈小青来为大家报道 小青 是的 现时间来到了晚间的8点08分 这是事故发生后的第四个晚上 那么尽管现在天色暗了 天气变凉也甚至起雾了 但是整个挖土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那么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高工爵为了加坏整个挖土的动作 派来大型的挖土机跟推土机 试图要大面积的挖掘 而大卡车也是一辆接着一辆在排队 就是要赶快把这些土石给轻运出去 因为这次土石摊坊的面积实在太过严重 总共有20万立方公尺 而就根据刚刚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 在晚间8点的时候 总共挖出了6万9千141立方公尺 也就是说还有将近13多万立方公尺 还得清运 可能需要花上7天的工作天才能够完成 那么刚刚在稍早之前 傍晚6点多的时候 行政院长吴敦颖也来到了现场听取简报 那么针对民众非常关心的顺向波的问题 他也做出了指示 我们看看稍早之前这段访问 不只是高速公路 连快速道路啊 连这个所有的国道 省道 还有县道 甚至于乡道 假设有顺向波 类似的这些状况 都应该去做比较严密的检查 这个检查不会用检疫的方式 那么也就是因为呢 这个为了加坏这个挖土的动作呢 所以派来了很多的大型挖土机跟堆土机 那所以呢 吴院长就非常担心说 这次会压坏整个路机 那么他也做出指示 希望高工局呢 能够在检查没有问题之后 再让民众来安全通过 而事实上呢 为了这个加坏这个挖土的速度呢 有那个挖土机的司机也因此而受伤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则报道 证明消防队员正在示范 他的队友28号清晨 是如何使用油压检 破坏被土石掩埋 严重变形的车身 寻找受困民众 事实上基隆消防局25号下午 一接到民众报案 过到3号探访 就马上派员轮班 冒着现场可能再度崩塌的危险 进行救援 车子在这里 那可能这个土堆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面 它其实不安全的 如果我们人员下去 做破坏的时候 它一震动的话 这边会弹起来 我们第一个是确保 我们自己人员的安全 而在救难现场 也出现两名女性军人的身影 他们也是在事发当天 就跟着部队前进第一线 将崩塌土石运出 而这名女性辅导长 更是感触深刻 因为他一位好友的亲戚 竟然就在这次灾害中遭遇不幸 这次灾情发生之后 不只是军警消防人员 还有国道工程人员 各界救难人员与民间团体 都马上投入救援 甚至超时工作 还有一名怪兽驾驶 也因为工作疲惫 而不小心踩空受伤 大家尽全力扮演好不同角色 只希望让这场意外尽快善后 他们的付出 也让各界相当尊敬 记者张志雄 陈保罗 基隆报导